無線舉行超級綜藝隆重登場記者會 宣布九個全新超級綜藝節目將於4月5日開始隆重推出 這日就史無前例地進行九珠連環撤銷珠儀式 代表九個綜藝節目登場 無線副總經理曾志偉在台上就說 《開心大綜藝》這個Live Show就最貼近觀眾和香港 可以和市民同步了解香港發生的事 同時都想培養綜藝新主持 問到節目是否想像當年的歡樂今宵一樣 鄭志偉就說 沒有全部 因為我裏面有些是訪談的 全世界電視台一定有個最大的綜藝Show 是在星期日吃飯時間的 因為那個時間大家都家人整家人在這裡吃飯 然後那天是要告訴大家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有沒有一個節目一上完全香港人都知道 我就希望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所以就找到這個開心大綜藝出來 譬如奧運今年我們有選手拿了冠軍去上什麼節目呢 就上來這裡 如果周杰倫離開演唱會就請他上來 有個地方讓他上來表演和讓他在這裡宣傳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希望有個地方表揚一下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有很多好人好事 或者有些事件香港人真是很有心 我希望這是一個平台 其餘才是說玩遊戲、玩get、歌聲唱歌 你兩位會不會做嘉賓上下節目 還是暫時都是做一些高層的身份在幕後坐鎮 至於黃祖南就已經上任做無線首席創意官 問到他習不習慣做官呢 他就說 不習慣不習慣打一份這樣的工作 最不習慣是甚麼 最不習慣是朝九晚六 不止六 朝九晚不知多少 還有今天談那些藝園的工資 賣錢怎樣做藥 我終於知道 以前被人過堂的神秘面紗是怎樣的 原來是這樣去說別人的 原來是這樣去做藥的 原來是這樣去做藥的 原來是這樣去經藥的 現在就知道了 其實我知道我就走了 哈哈哈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